大概应该了解他的逻辑 他逻辑第一个就是 期货比指数多36比 你可以坎错向下看一下 刚刚有讲过 一个是905 一个是869 刚好期货有的 那个指数不见得有 那有36比是没有 可是我不知道哪36比 以前的话你可能要慢慢这样 慢慢自己人工比对 可是我今天不要用人工比对的话 那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我已经做好了 日期比对 我按下去之后的话 我就把我刚刚做完的所有事情就OK了 而且程式好像只有8行 就解决了 OK来按下去 他就马上OK了 那我怎么知道说 OK 其实我这边有mark 就是说我只是把抵设 他实际上就是期货有的日期放前面 这个后面东西就是上面的东西 因为前一天的他就递补 对不对 OK应该可以了解这个 很简单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抵设 其实我这些所有的程式 在入门班全部都教过 第一个就跑个for回圈 对不对 for I 那以哪个为主 以期货为主 因为他比较多 然后第二个if逻辑 if 那只是说工作表是第三个工作表 跟这个工作表比 如果他的A栏里面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第一个 这边insert 一笔空的列 插入空列应该还有印象 这个我记得我们都有讲过 有没有 ros 括弧i 点insert就可以了 他就怎么样 帮你insert一个空白栏 就类似像这样insert一个空白栏 对不对 那做什么呢 就帮我把 这个国际期货的同一个i栏 的那个a栏 那个i列的a栏的那个日期部分 帮我call过来 那并且帮我把什么呢 这一列的 上一列哦 所以是i-1列 的资料呢帮我call下来 call下来 但是call下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逐一个 上面的call到下面 上面call到下面 有没有 另外一个方法是把上面这个当成范围 用范围的方式处理 因为我讲过啦 如果是你要有效率你要你要用范围 那所以两种方式我都在云端上有讲 慢慢你们要习惯 诶 范围的复制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告诉他什么一个范围 然后呢call到哪一个的起始的位置 就可以所以要被复制的那个要是完整的range可能是什么b62到g62 那你要call到哪里只要给他一个起始的储存格 比如说我要call到他的range的b63就可以了 ok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底色换成黄色 这个也有讲过啦 所以程式应该都不复杂 那怎么写 ok 其实底下都一样 有没有这边又一个 有没有这边又一个 所以底下 这很清楚了 哪些是新增的 哪些是 多增加 另外我要多写一个复原 因为既然可以加 那一样可以把它删掉 可是问题你要把旧的删掉怎么删掉 就很简单嘛 判断什么 判断如果是黄色的不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是黄色就删掉嘛 对不对 所以 至少要加一个什么 跟其他列不同的一些讯息 就比较好删 如果你要删除你自己要加上去 你就要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判断 所以if 就for for回圈 一直往下跑 然后再逻辑判断 如果是黄色的就 delete掉那个raw 不就五行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复原 按下去 马上 你会发现底下都不见了 Ctrl向下 就又恢复8659 OK 所以待会 主要就是这两个部分 后面这两个按钮是 突然又想说 如果可以把那36笔资料 自动建一个对照表 就差异表 比如哪边差异表 那我要怎么去 先清掉 里面先清空 那我希望按下他 他自动把那36个不是 直接就放在那个列里面 而是 帮我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个差异表的工作表里面 OK 那么一键按下去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跑完之后自动放到差异表里面去 来 对 怎么那么久 这有bug吗 那如果像 顺便讲一下 如果说像这种跑太久 对不对 你有一个方法 Ctrl加 Break Ctrl Breaker 他程式会停在那个地方 他就不会一直跑 那你可以再按针错 就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跑这么慢 他的K 699 我记得好像蛮快的 我算了没关系 那 Ctrl Breaker就是可以让他的吗 先停下来 你可以再停掉 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东西call过来一次 因为他有call 可能跑的比较慢一点点 OK 所以底下这两个是多的 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讲的 比对 跟复原 刚刚应该知道那个逻辑 接下来我们来看程式 程式我刚刚讲过 那八行 都是你们可以看得懂的 来看一下 第1个的话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3列 因为他从第3列日期开始 到 Shit 3 以多的那个部分为主 因为 期货是905 他是869 他比较少 他比较多 所以以期货为主 那期货的位置 刚好在第3个 所以我用Shit 3 来表示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方法 Shit 刮虎里面的话 可以用双引号 里面的话加什么 国际期货 也可以 用名称的方式 然后 然后从他的A2向下追踪 所以他追踪到应该是905 所以就是从第3列 到905列 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如果他两边 因为我今天是以国际指数 的 工作表为主 所以呢 因为以后的按钮 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按钮以后是放这里 那 他基本上就按下去了 所以就是以这个为主 那我前面就不加工作表名称 OK 但是如果说你不确定 你要不要乱切来切去 有的人 按钮不要放哪边 然后搞不清楚 那你刚才两个都加算了 这样就比较不会容易出错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我是以这边为 所以 这边的工作表 那你就帮我比一下 两边有没有match 然后他会 比比比 OK 那比到哪一个地方呢 我先设个中断点 刚好会 往下走 刚好到哪一列呢 刚好到 700 怎么到700 我先把那个复原一下 可能刚才有加过 OK 然后呢第63 刚好63 刚好刚刚讲的那个63 这个 等于是说 期货这边的63是 4月6号 可是呢 这边没有4月6号 所以他会做什么呢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 指数这边怎么样 插入一列 所以这边插入一列 当然 以后才能写完 我建议还是一样 你就 不确定你就设中断点 然后呢 先执行看看 效果OK了 那你就继续写 如果不OK呢 那你就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 插入列不对 那你就可能 I的部分 可以减一或加一之类的 然后再 再让他倒车一下 重新跑过 OK那有时候程式就可以这样写了 你可以 不可能说一次就写对了 因为你们经验值可能没有那么丰富 因为当然我不能够用我的角度去看你们 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但我后来发现 对于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一个很简单的程式对你来说都是 很复杂 好像有点复杂的 所以这些程式真的不 你们可能刚开始会觉得说这程式应该很难写 奇怪 怎么好像都似曾相似 没有一行是没看不懂的吧 对不对 如果你之前有上过入门班的同学 应该没有 对不对 然后insert 对不对 然后F8 所以下一行 是什么 把那个后面的东西 第三个工作表里面的同一列 就是那个 里面的日期先call到A栏 OK所以call过来是4月6号 有没有2015的4月6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上面的这一个范围的资料 call到有没有上面这个范围 这个B到G的 这个范围是要call到下面空白的 那call的方法前面入门班是用sales方式 那其实sales 你可以用什么 上面一个是-1 所以你可以什么 就是I-1列 的B栏 就是上面这个储存格 丢到下面这个目前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他会复制过去 复制过去 有没有B到G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写6行 也OK 但是呢 我讲过了 程式如果可以让他更简单一点的话 为什么不用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讲过 上面这种写法要写6行 下面这种写法只要写1行 而且如果你的储存格数量越多 那当然下面这种绝对是有必要的 OK 那只是说下面这种写法 我是怕有些同学对于那个 就是那个 他基本上就是上一列 上一列这个 call到 这个储存格 所以基本上 被复制的来源要完整的 那call过去的部分 目的的只要 一个起始的储存格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写法就是Range 不过这些是i串一个b-1 到g串一个b-1 不过这种写法也同意可能 如果你实在是写这种写法不OK的话 不然你就是先打一个b62到 b的 到g的62 g62然后这样的写法 这样的写法你应该看得懂吗 点copy 到什么呢 到我们的b栏的这个位置 但问题是 以后 不可能永远都60欧业 对 那怎么办呢 特别追 记得这个现在是i是63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要把 i-1放里面 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出错 就是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然后放个i-1 i 减一列OK 就是这边空白空白 这个前面入文班都讲过 OK 然后呢这个一样 因为他在右边 所以不用串两边 end一个 i-1就好了 好这样写应该可以不要看得懂吧 OK如果你这些都熟练的话 所以真的写起来就行鱼流水 真的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真的写这东西真的三分钟可以写完 应该可以 没问题 我没有讲很夸大的话 OK 真的对一般人不会的 可能他花30分钟都不一定做得完 但是写个程式三分钟 而且一劳永逸 这种投资为什么不错 OK 他把它call过来 call过来了 有没有发现 上面这一笔 就call到这一笔来了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很多人不会用 Range.copy 如果你不用Range.copy 很多东西是很难call的 Range.copy非常好用 以后你要call到哪边去 就是同样的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是支援跨工作表 比如你这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你要call到另外的地方去 也是OK的 但是要有一个地方不OK 就是如果你没有公式的话 复制 贴过去 因为那公式 换个地方就不OK了 所以以前我们复制 如果换个地方贴 那怎么办 用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是这边要复制 你就可能要pass special 就是贴的话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有例子 就是如果你遇到那种里面有公式 你贴要用选择 只有值的话 有没有按右键只有值 那那种又是另外一种写法 那这种写法是里面都是纸而已 那你就把一般二般蓄测 然后那个范围 把它移过去 再移到下面 再移到下面 其实就合并了 后面其实我们要合并工作表的需求 后面再来看 最后再加一个什么底色 底色的部分的话就是 那个Range的A 这个地方是从A蓝 到哪一蓝 A64到G的64 Intel Color前面有讲过 黄色前面也有讲过 RGB 有没有 252550 OK就这样而已 这一行 然后F8 有没有 他底下的颜色 有没有OK了 其他效果当然你自己在做 这样让他全部跑完 这边中断点就拿掉 全部跑完 OK 那瞬间 就完成工作了 就可以交差了 所以如果你会写 VBA程式 但是老板不知道你会的话 对不对 他可能预设说你这件事情 应该做一个早上 OK好 你就等于 三分钟就做完了 对不对 那其他时间就可以怎么样 对 可以慢慢来嘛 对 反正就摸摸摸 对不对 可以再练习一些其他程式 所以这些同学很厉害 就是剩下的时间就开始练 练VBA 他VBA 就越来越强大了 后来公司 可能 他的职位可能没办法 就是他的专业已经超过他的那个位置了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选择 要不就是 看老板愿意加薪 如果老板不愿意加薪的话 他其实还可以再去往别的地方发展 OK 好 那所以第1个 第2个是什么 复原我刚刚讲过 删除列 其实我刚刚讲五行 那所以我就是 反向删除 从最后一列 到第3列 Step-1 这个前面我们日本班都讲过 所以 回去 如果 储存格里面 Intel color 是 黄色的 我刚刚讲过 有没有 那 就把那一列给删掉了 就是这样写而已 复原就完成了 OK 够简单吧 就没有 真的都没有超过我们前面的法 但是工作上 却真的非常好用 只是说 很多人还是 对于活用部分 还是因为可能 对于那个城市的语法 熟练度还是不够 其实真的 我觉得城市真的不需要 学 太多太多 有人 就是 学一堆 但是最后不会用 反而学太多 用不出来 最重要是真的学过了 你要就要非常的熟练 OK 然后最后把它 复原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再按一个复原 它其实是怎么样 把我 刚刚的东西又全部恢复 所以里面就没有黄色的 剩下多少列呢 剩下坎错向下 又恢复869 OK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这一题我觉得 还蛮有意义的啦 因为这也是同学提出来的那个 范例 然后工作里面 就期货 证券这些东西 如果会的话呢 真的就 解决蛮多的问题